好 接下來是七集 他說 A 是正時數 那 A 的更號三次等於更號三分 你說來這些那些 對 那第一個 我們希望是 A 的三次方 那這個最好它 更號三 更號三次等於更號三就會等於三 所以兩邊都更號三次方 所以 A 的部分你會發現就是說 這個 A 的三次就是 A 的更號三的更號三次 那 A 的更號三的更號三次會等於這個 更號三的更號三次 那什麼時候是三呢 三應該是等於更號三的平方才對 那這兩個顯然四方不一樣 不會相等 所以 A 錯了 錯了 B 好 那都可以以三為底這個 那表示 A 就會等於更號三的更號三次方 剛才我們有發現 以這個例子為例 如果它對的話 A 應該要等於更號三的更號三次方 好 那我們發現更號三的更號三次方是等於 這個更號三的 對 更號三的更號三次方是等於A三方 並不是等於A 所以這個不對 這個應該是 如果這個對 那這個也要等於0才對 可是其實它是等於A三方 所以這個 B 也是錯的 好 接下來 C 呢 C說 A 有沒有大於E 好 A A 是長怎麼樣呢 這個好了 A 的更號三次方是等於更號三嘛 那如果只要A等一次的話 這邊兩邊就都給它更號三分之幾次方 更號三分之幾次方 好 那這樣這個就是A啦 這就是A 這個乘起來就是A的一次 那這個呢 是更號 好 沒有 我們要跟E比較 E 是什麼呢 E 是更號三的0次方 這個比0還要大 底數1點多大1 所以不等它不會改變 它大於 那底下也會大於 所以這個會大於1 這就是對的 這就是對的 好 最後最後呢 A 我們要小於這個 A 我們剛才算出來已經是這個了 那 A 是等於更號三的更號三分之幾次 那更要變成3來比 所以你最好先讓它變成3 變成3 它怎麼變成3呢 如果它有一個2次 它等一下更號三的2次方就會是3 所以你給它乘一個2 再做一個2 那沒有變嘛 但是這個進去它就會變成3了 那這個上面就是更號三分二 那跟這個3的四分之一來比 誰比較大呢 好 這個是0.254 那這個呢 是2除以更號1.732 來 這裡先做 這個是這樣 是2更號三分之一 這是2乘以1.732分之一 欸 這個我們用處理這個 這個小於2 小於4啦 所以小於4 那這個比較小 分之一 這個比4還小 分之一就變比較大 所以這個次數比它大 那3大於1 所以這個次數會保留10 所以這個會大於才對 這個可以做的 好 這邊看看有問題 好 這邊看看有問題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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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謝謝